中共权斗升级后 薄熙来被立案调查 各式腐败迫害人权的黑资料 被端上台面 然而一年多前 海基会曾尝试邀请薄熙来访台 最后在民间反对声中作罢 另一位与专家表示 薄熙来倒台后 台湾政府此刻更应该认清真相 不要再向中共输血 2010年7月 台湾街头民众 听到官方尝试邀请 迫害法轮功的薄熙来访台时 他们的反应是 迫害法轮功的元凶 这样的话就比较不建议他来 很奇怪的想法吧 怎么会邀请罪犯来台湾 台湾海基会曾放风声 想邀薄熙来访台 部分媒体甚至附和做宣传 但遭到台湾民间团体 与法轮功人群律师反对 最后薄熙来终于成了别熙来 一年多后 薄熙来被立案调查 腐败迫害黑资料 被端上国际台面 立委和专家都说 台湾政府应该停看厅 别再向中共书写 那倒是台湾在这里 反而是最接近的 最关心的 那么也最厉害与共的国家 我们的媒体 受到中国的压力 不敢在这方面加以琢磨 我们现在连学术方面的讨论 都没办法客观 台湾就很笨嘛 既然中国这样子 你火不必现在 哎呀拼命去拍马屁啊 一国两区啊 民学一卡乐 给共产党输血嘛 共产党在碰到很多问题 一张脑筋 你看 你说我现在内部教困 没有啊 你看台湾都 台湾对我们都这样 你看台湾对我们这样子 都这样子尊重啊 趁这个机会 都向中国方面宣传一些 民主自由的理念 结果你这里一点都不讲 我是一天都会去拍 共产党马屁 然后说中国的老百姓 看了也是很火 薄熙来因为迫害法轮功 在世界十二个国家 遭到刑事控告和民事起诉 西班牙国家法院 也以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 起诉江泽民薄熙来等人 目前外界聚焦 因为迫害法轮功 而在美加法等地 挨告的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是否会继薄熙来后 成为下一个遭清洗的江系成员 行唐人亚特电视 陈诚祥 卢振定 陈诚 台湾台北报道 由 村 我 都 感谢观看